诗篇第140篇 耶和华呀,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,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,他们图谋,推我跌倒。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,他们在路旁铺下网,设下拳套。 我曾对耶和华说,你是我的神。 耶和华呀,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,主耶和华,我救恩的力量啊,在征战的日子,你遮蔽了我的头。 耶和华呀,求你不要碎恶人的心愿,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,恐怕他们自高。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,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,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,愿他们被丢在火中,抛在深坑里,不能再起来。 说恶言的人,在地上必坚立不住,祸患必裂取强暴的人,将他打倒。 我知道,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冤,必为穷罚人便屈。 一人必要称赞你的名,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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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